两个女孩同时降临了人间 她却彻底扭转了她们的命运 8月15日晚天六点 未来戏剧台 拨钻之争 好吃的甜点 好吃的甜点来咯 钻石在泥土里呻吟 这个房子里的人都要听我呢 我不能容许有人违抗我 玻璃在天气中发亮 命运让两人再度纠葛 8月15日晚天六点 未来戏剧台 拨钻之争